为庆祝学校创立85周年 菲律宾中正学院于3月8日、9日 在该校举办了主题为 菲律宾华人移民语言适应与传承国际研讨会 该研讨会主旨在于探索菲律宾华人移民母语传承的 有效路径 促进新时代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该场学术研讨会 邀请了多名中非两国知名专家学者丽玲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 校董会董事长陈奕维首先指欢迎词 校长叶启明介绍中正学院 商总副理事长洪建雄 非华各界执行副主席赵启平 中国商会副会长洪俊 进总理事长姚金正 华教中心主席黄端明 校联常务理事黄婉荣 华裔青年联合会会长曾兴化 江苏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杨一鸣教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庆生教授先后致辞 中正大学部学生代表李巧琳 丁洪怡 邱凯利做学术报告 陈奕维董事长在致辞中表示 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 更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语言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 从华人移民语言适用理论 和华人社会语言使用调查的研究结果 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参考 可以更好地了解华人移民 在语言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此外 华人语言接触 与语言文化传播 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接触中 需要思考如何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只有通过相互尊重与包容 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多元的社会 华文教育政策与实践 以及华人社团与华文传媒 同样的 也将对华人移民的语言适应和文化传承 起到重要作用 建立社区教资源 发展在线学习资源 加强学校课程 举办文化活动和节日庆典 通过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 和加强社团组织 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促进华人移民的语言适应和文化传承 至于华人语言文化认同 不可否认的 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通过加强对华人移民语言和文化的认同 可以更好地促进华人社区的凝聚力 和文化自信心 吩咐华人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与包容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